我们举个最明显的历史 这出家人 到一个道场 特别是居士道场 供养的很多 供养是不是带走了 我们一分钱不带走 都供养他的道场 那寺庙里面呢 我们讲经在寺庙讲经 讲完之后也是供养很多 通通送个寺庙 一分钱都不带 好啊 这寺庙人欢喜啊 就喜欢我去讲经 那我的发源就殊胜了 发源殊胜是这么来的 一分钱不带走 如果你又拉信徒 又要把红包图带走 这一次讲完之后 下一次人家不请你了 许多人问我的发源为什么这么殊胜 我告诉他 他听了之后就摇头 他做不到啊 发源殊胜是这么来的 什么都不要就有发源了 那大家都欢喜啊 这个腾要了怎么样呢 要了正常贪心 正常贪心是鬼道的因 这些道理都要懂 中国老祖宗就有高度智慧 你看看金钱 钱怎么写法 这边是黄金啊 那边是两把刀啊 你得到这个财啊 命会丢掉啊 你把这个财布施掉的好啊 皆大欢喜 别人对你不会 有伤害你的心 为什么 你东西没有了 散掉了 所以散财是负啊 布施是负啊 为什么不修布施 有多少就试多少 在家同修 赚钱也如是 赚多少就布施多少 你就是财神 为什么呢 你布施出去的 后面来的一定比前面多 你决定不能贪 来多少试多少 永远布施不尽 你的财源滚滚 如果是累积在那里 祸害就来了 你急财 人晓得你家有财 小偷到你家 强盗目标都对你家 说不定命就掉条路 统统散光了 连强盗小偷都佩服你 这个人是个好人 不会找你麻烦 这是真实智慧 老祖宗教我们这么做 佛菩萨教我们这么做 现在人探财 不知道财从哪来的 佛经上他没学过 佛经上财是从财部式来的 越是越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